这个是我们年前栽的辣椒苗 同样是大庄的无土栽培 因为这冷棚啊,温度低,所以长得不是很好 有人问我,辣椒能不能采用这种大庄的作为机制栽培 行不行,看见了没,没问题啊 这个种植栈是我们也是用了第三茬了 两年第三茬了 上一茬是番茄,上上一茬是番茄,上一茬是番茄 这茬是直接在这栽种的辣椒 用这种大庄无土栽培,栽辣椒呢,我们要占过啥 从下你看啊,还是每个袋子里面是栽两颗辣椒苗,看见了没 然后呢,那个整植的模式呢 在两颗辣椒之间呢,如果是这个内藏啊 相当于是比较稠密不透风的情况下 就把那里面的一些叉已经打掉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不用再打叉了 等这个辣椒苗啊,长高以后 肯定要往外坑 这个时候我们在地头两侧,戴上桩子,两端戴上桩子 然后用绳子拉开以后呢,就是防止这个辣椒啊 它这个,因为过于稠密,它歪倒 采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种辣椒的话,对辣椒的产量和品质这一块 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去年,种了一个棚辣椒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受烟受灾了以后呢 活了有三分之一 就扔到这不管它来以后,长得还非常好 长得非常好 并且这个辣椒的口感 因为我们种的也是一种口感型的辣椒 所以香辣型的 进入到市场以后 我们反馈这种辣椒和土壤栽培的辣椒 就同一个品种啊 口感吃起来以后,差别还是特别明显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